反送將, 切鶴飯 特區政府決定暫緩修例工作 條例的草案已經壽終正寢 我們是認真回應了 謝謝 我們同了, 二十二 我從來沒有因為這件事有任何心虛 因為剛才說過 我們工作的初心 我仍然堅實認為是對的 我想初心的說法是沒有說服力的 因為民間反對派或其他各方面 都有提過不同的方案 可以一次過處理台灣案 然後它都是拒絕的, 完全不考慮 全部都是廢話 然後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相信如果6月15日的記者會 它可以斬釘截鐵地撤回 其實整個局勢是可以降溫的 我不覺得在河街巢是可以這樣撤回的 這條條例 否則令社會收到的訊息 就說這條條例根本沒有勒足之地 參與這次遊行的人數 是接近二百萬人一個人 林鄭如我所有的取態和用的字眼 其實都是不承認自己有錯誤的 大家都不覺得她真的重視民意 我相信這件事 其實是令到整個運動不會止息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天處地無敵 反抗落後夜無明無敵 我們仍然是很深入我們的家園 我們付出我們的肉體 其實都是想守護我們這個家 這些目無法紀的暴力行為 嚴重影響香港法治的核心價值 我對此感到十分憤慨和痛心 並要予以強烈的譴責 並要予以強烈的譴責 過幾月來很多人都說過政治問題政治解決 但政府其實沒有尋求一個政治的解決 反過來就是有繼續不回應 而令到民情一直在升溫或者遍地開化 與警察會有磨擦 接著有暴力事件發生 接著仇恨會增加 整個夏季令到很多香港人對很多抗爭的看法都改變 因為過往很多人都是所謂和利非 很多譬如罷工、堵路等等 過往一些認為是阻礙香港民生的抗爭手段 這次我想接受的程度都會大大提高 當政府的公信力很低的時候 未來就算不是這件事 在其他的事件上 政府提出任何的巨爭議事件 都會期望面對更加大規模的抗爭 對誰也不應理 部分極端分子已經令到這件事變質 他們揚言要搞革命 要光復香港 這些行為已經遠遠超越了原來的政治訴求 這些挑戰國家主權 危害一國兩制的違法行為 會摧毀香港的穩定範圍 他們的政治動機就是衝著一國兩制 這其中的一國這個根本來的 將現在的示威 因為某一句口號 將它和一個港獨劃上等號 然後由於這件事已經變成港獨了 所以第一不能讓步 第二就是警察用更加大的暴力去鎮壓 是合理的 亦都因為這樣 差不多預示了五大訴求 我們都不會理會 因為如果是讓步的話 就等於向港獨暴力等等屈服 在這樣的情況下 政府可能最後會捱過 也不一定 他們全部都不用下台 然後可能運動因為強力的鎮壓而平息撞 但是政府賠償的是 他自己的公信力和整個警隊的聲譽 我真會數多這樣求你 這寫說話要事求天翼不應 大概沒有人願聽 因為這是我最重要的顧問 所以我們將會在8月13日 下星期二就是復會 第二個工作已經請了財政司司長 領導相關的同事 制定一系列的書解文困 和協助企業的措施